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借着今天的弥撒 让我们特别祈求天主 赐予我们每个人一个 统真、纯洁的心 让我们可以无时地相信 天主所赐予我们的恩宠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让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的宽恕和怜悯 充分显示你的全能 求你不断把圣从请住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追求你的恩许 共享天国的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 即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公读约伯传 约伯回答上主说 我知道你事事都能 你所有的计划 没有不实现的 使我已无知的话 使你的计划模糊不明 使我说了无知的话 说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话 请你听我发言 我求你指教我 以前我只听见了有关你的事 现今我亲眼见了你 为此我收回我所说过的话 坐在灰尘中忏悔 上主赐给约伯以后的福分 远胜过以前所有的 他拥有一万四千只羊 六千匹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头母鱼 他又生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 耶米玛 次女叫 克奇亚 三女叫 克勒哈普克 那地方的女子 没有比约伯的女儿更美丽的 他们的父亲也使他们和兄弟们 一样承受家产 以后 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岁 见了他的儿子 孙子 直到第四代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上主 求你以知识和聪慧教训我 因为我一心信赖你的借条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为叫我能学习你的法度 受苦遭难对我却有好处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上主 我知道你的审判是公正无私的 你叫我遭受磨难是理所当然的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天地时常遵守你的旨意 因为万物都是你的仆意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我是你的仆人 求自我明达 为使我能够通晓你的约法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你的言语言 你的言语经过解释 必会发亮光照 连知识浅薄的人 也可以通达知晓 上主 求你向你的仆人显示自己的词言 福音前欢呼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天国的奥秘启示给小孩子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路加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七十二人欢喜地归来 说 主 因着你的名号 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 耶稣向他们说 我看见撒旦 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 看 我已经授权 你们权柄 使你们践踏在蛇蟹上 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 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 但是 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而欢喜 你们应当欢喜的 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 已经登记在天上了 就在那时刻 耶稣因圣神而欢心说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蛮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 而取释了给小孩子 是的 父啊 你原来喜欢这样做 我父将一切都交给我 除了父 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 除了子及子 所愿意启示的人外 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 耶稣转过身来 私下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见之事的眼睛 是有福的 我告诉你们 曾经有许多先知 及君王 希望你们所见的 而没有看见 听你们所听的 而没有听到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这星期当中呢 我们的读经一都取自 这智慧篇的其中一本 约伯传 而今天呢 我们终于到了这本智慧书的结尾 如果你对约伯传有一定的认识 而或在这星期都反省了 我们的读经一 反省了这整个约伯传的故事呢 你们应该都会知道 这本书呢 其实是在尝试去探讨 我们信仰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在当中呢 他主要就是在探讨 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或者是呢 这本书也在探讨 如果我们的天主的根本是无限的仁慈 他是无限的关怀着我们 为什么呢 他又会让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世上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全世界都被这个新冠病毒所影响到 这个问题呢 就更加的变成很实际的 为什么这些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身上 而今天在这整本书的总结呢 约伯经过了他本身的经验 经过自己的经历 的起伏 跟很多他的朋友的对谈当中 在他自己的反省当中 最后他就说了 他这个深深领悟出来的话 是我无知的话 使你的计划模糊不明 是我说了无知的话 说了那些超越我自立的话 其实约伯在最后呢 他所得到的所领悟的是在说什么 有些东西呢 我们人的脑力是有限的 我们不管再如何的去分析 我们不管再如何的尝试 与神学的角度去探讨 我们还是不可及的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了解的 那当然呢 有这种事实并不表示 我们对所有生活所遇到的事情 不去寻找答案 可是他主要是在挑战我们 在我们尝试去寻找答案的当儿 在我们尝试在生活里面 寻找对和错的当儿 我们要一直都深信 天主是永远不会背弃我们的 他永远都和我们同在 正如今天的福音里面呢 我们听到耶稣说 父啊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满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 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其实耶稣不只是一次说了如此的话 当然 他总是说 这些小孩是受恩宠的 他其实不是在教我们去学习 小孩子般的幼稚 而是要我们去学习 小孩子这种很纯真 很天真的一种信仰 在去年 如果你对你喜欢看戏 在去年 在所有被提名的这个奥斯卡奖的这些影片当中呢 有一篇 有一部影片呢 是叫做乔乔的异想世界 Joujo Rabbit 那如果你有看的这个故事呢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影片 没有的话可以尝试去看 在当中呢 是一个喜剧 可是在这喜剧呢 是在一个很奇怪的状况里面 所演出来的 它的背后的故事呢 是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而这个小孩呢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长大在德国的一个小孩 那在这么充满恶劣 在充满就是人类的丑陋的这个状况里面 如何又可以把一个喜剧演出来呢 在这故事里面呢 就是尝试从一个天真小孩的眼光当中呢 在这个充满黑暗 充满恶毒的状况下呢 告诉我们 我们世界呢 还是可以看到真善美的存在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 耶稣所说的 尝试在挑战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要尝试在 不大可以理喻的世界当中 不断的尝试去看到 天主的真善美 所以今天呢 让我们特别祈求天主 赐给我们这个恩宠 让我们可以永远 对天主充满无疑的希望 在世界看到最美丽的一面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卖面饼 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 永受赞美 圣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 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圣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仁慈的天主 求你接纳我们的献礼 并借此圣祭 为我们开启救恩的泉源 带来无限的幸福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以仁爱创造了人类 以慈悲救赎了该法的万民 准备的天主 天使以及天上神圣 借着基督赞美你 亲从你 敬畏你 欢乐 庆贺你 祝你恩主我们 也和他们千功地 同声赞颂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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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 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 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圣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的根源 因此 我们肯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 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门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纪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圣主 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 合而为一 圣主 请你续练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写同我们的教宗方济格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去你续练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去你续练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去你续练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 天主之母 童真荣妇玛利亚 他的敬佩 圣若瑟 主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神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信仰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 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神父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面是罪责 蒙招来赴圣念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现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静默片刻 神领圣体 我祖耶稣 我真心全心 在身体上是美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请守我 神灵神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 与你结合 想你实在 到我的心中 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求你借着天上的奥迹 更新我们的身心 我们既传报了基督的圣事 但愿我们也能分担他的苦难 并能与他共同 继承天国的光荣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祖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 旅程 感谢天主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